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植村秀的落日大片太美了 一起贡赏落日余晖的角色 植村秀的王一博落日大片太美了 不愧是是 一起贡赏落日余晖的角色 这个王一博真的是很漂亮的存在 但他又是最好看的仿扑归真 温柔、神秘、平静、释然 大片中,他看着日落 嘴角微不可觉地扬了一下 然后停在那里 或者平静地眨了一下眼睛 之后没有更多的动作 大众注意到的 只有平胡一样坦然看过去的眼睛 这是一双给予包容的眼睛 这个人身上 始终有种让人感觉温柔向上的力量 植村秀落日大片的文案也好浪漫 以双模剪辑落日角色 温柔与神秘交织 演绎独家落日故事 日落初始 最是一番拾取一抹落日飞红 风存于唇间 极客化身温柔又神秘的危险美人 给你 我的落日色 和王一博一起共赏落日余晖的角色 与一博一起漫步暮色里 定格此刻的绝版日落 这个海报和大片 文案 都让我想起了 爱在落日黄昏时 不禁感叹 只要心中有爱就是美好的 无论爱什么 爱一阵风 或者一场日落 美好的事情有很多 做好认为该做的和好好 享受一些东西 就好 做一份轻松喜欢的工作 下班后可以躺平 窝在沙发听歌追剧 闲来看看书 娇娇花 撸撸猫 散散步吹吹风 拍一拍天边的日落晚霞 看 爱在日落 王一博和你一起看夕阳 追逐角色 那是 太阳落山前 人间最后的一抹浪漫